我們認為老年人不是沒有色彩的,還是也應該有色彩,生活也應該是五顏六色的,但是我是一個舊封堅的老家庭出身的,大家庭,對於這個模特兒這兩個字在我腦子裡頭,印象不是太好。 可是呢我覺得作為我們這個年齡來看呢,等於是自己開啟了第二個字,而且年歲大的人應該比年輕人更懂得美。 因為人退休以後,有一種失落感,參加那個隊伍以後,感覺到生活非常的豐富。 愛美是人的天性,不過所謂人要衣裝我要精裝,不是穿著對一個人美不美有很大的影響,只可惜中國人講含蓄保守的美。 上了年紀的人,對鮮豔的色彩,花俏的衣著更是敬而遠之,想美而不敢美,也不知道如何去美。 四年前,北京有一群4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,跟開放最早的廣東人相呼應,組成了一支時裝表演隊。 他們的口號是,退而不休,只要我喜歡,老年人每一下又何妨呢。 這支中國大陸開天闢地的中老年模特兒隊,40歲算是年輕的新秀,75歲的老奶奶還不服老呢。 他們的文化修養,知識水平可也比一般的模特兒來的高。 成員有舞蹈家、音樂老師、外文教師,還有出版社的社長。 像是這位教大家走台步編排隊形的蒲春昭女士,原來是中央歌舞團的演員。 退休以後加入中老年時裝隊,玩得不亦樂乎,比從前年輕多了。 老年人吧,你要走起來吧,一樣按時裝的模特兒要求,你要走一步,是吧。 但是呢,腰身呢也要有,要沒有就跟生活沒有兩樣了,是吧。 他還要來源於生活,還要出公一生活。 所以老年人也要在走起西裝部當中,也要有適當的腰身。 也要挺胸,也要抬頭,也有個健身,健身面嗎? 老年人也不能拖著背,挺著肚子,雖然老年人挺起便了,像我覺得也挺胖的。 但是我還要把股部收起來,是吧。 屁股也要往前頂,人還要去抬起來。 人還感覺到,雖然我五十歲了,他很精神,是吧。 但是青年人呢,他就不一樣了。 青年人呢,他恐怕就是,他這個線條呢,更大,很瘦,這個線條呢,更像。 所以他的腰肌還動起來了,更加大,高就這麼大。 所以他插著腰啊,造型整個,巴得更高。 但是老年人,你都那麼胖,你再插著腰就不好看了。 這個老年人,你搬著手,要往下一切,或者往後背一切,或者往前一切。 這樣就嘛。 一時的老年人,那個成熟的成熟。 所以跟青年人呢,就有好多興趣。 從化妝,髮型,到服飾的搭配,鞋子,手勢,耳環的選擇,都由隊員自己來打理。 甚至,有些展出的服裝,還是自己設計,縫製的。 世界服裝先進國家,也有老年模特兒,可是都跟年輕的模特兒混合演出。 像是北京中老年時裝隊這樣,完全由中老年人組成,並不多見。 目前他們有男性三人,女性十六位。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,就是這位高齡75歲的徐學靖老奶奶。 中國大陸最老的模特兒。 當年她得了梅尼爾綜合症,經常在課堂上昏倒。 不能不從教職上退休,飽受病痛的折磨,覺得人生無趣。 後來報名參加了模特兒訓練,沒想到一舉成名。 現在走的路上,都有人認得她。 可是出身封建大家庭的她,當初可是經過一番掙扎。 大陸是一個半封建,半市民地的國家。 而且封建思想特別的嚴重。 這個婦女啊,基本上都在封建思想的枷鎖裡頭壓著。 不敢穿花,尤其是通過文化大革命。 都是黑白灰。 所以我通過這個受訓以後,又參加了強化班。 以後呢,出來呢,就是經常演出,經常演出。 得到很好的評論。 所以我就認識到,我們要給這個中國的婦女開一條路。 就領她們呢,給她們起一個大膽的,給她們起一個帶頭。 帶頭呢,讓她們認識到,老人也要美。 不是老人就是老奶奶。 老祖母似的。 兒孫滿堂。 其實我也是兒孫滿堂了。 但是,我不願意那麼樣。 我覺得那樣死得更快了。 所以你參加這個傳言,你就忘了你的。 我就找到了一個精神支柱。 找到一個精神寄託,病也不犯了。 你看我在台上演了160多場了。 我一場也沒暈倒過。 而且都和她們在一塊兒,我就覺得我自己年輕二十歲。 但是我沒有腦子裡頭印象七十五。 而女呢,也沒有把我當七十五歲的人看待。 就好像媽媽剛五十歲。 你看她老往外跑。 哈哈哈哈。 這些位老模特兒,曾經跟大陸的十大名模,五次公開演出。 聽說受歡迎的程度,不比十大美女差到哪去。 不過這些擁有不同社會地位和背景的稱號。 很久任öse嘛。 先試一次吧。